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在2022年的年末,芒果台有一档节目也播出了 它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三眼声节目乐队的海边 只不过这个节目并不被芒果台重视 宣传力度几乎为零 而且它也不是上新综艺,是网络综艺 可见芒果台并没有打算重点推这档节目 然而这档节目虽然不被重视 可它却很争气,在某知名评分网站中 乐队的海边评分高达9.1 常看综艺的朋友都知道 一个节目评分能达到9.0以上 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几乎就是满分综艺了 毕竟大部分综艺的评分都是5-6分 7-8分的综艺都很少 那么不被重视的黑马综艺 为何评分这么高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它做对了这三件事情 1.搞笑 综艺节目的大环境是向正能量靠拢 然而许多节目为了追求正能量 而放弃了本身应有的娱乐性 很少有节目可以做到 既有正能量又很搞笑 然而乐队的海边却做到了 这档节目是音乐美食类的综艺 常驻嘉宾有余文文 郑秀妍 刘恋 张力 张天爱 赵梦 六位嘉宾白天要经营一家餐厅 晚上要搞乐队给观众唱歌 这种综艺的题材并不算新颖 想要成功出圈就要靠嘉宾的综艺感 这六位姐姐并没有让观众失望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三播出期间 这几位就是热门选手 关注度很高 他们几位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搞笑 院长于文文身上有一种越努力越搞笑的能力 很多时候他非常努力 但由于本人是一个铁寒寒 所以显得特别搞笑 比如抓螃蟹的时候 明明是一本正经的在努力抓 结果却变成了啼笑皆非的搞笑画面 郑秀妍身上的可爱不必多说 别看她已经33岁了 但她的少女感保持得非常好 一点也不逊色于23岁的女孩 别看郑秀妍是一个小老外 但她用中文搞笑起来也是一点不含糊 比如模仿张力的黑黑黑就特别的形象 既可爱又搞笑 其他嘉宾也经常有爆笑的画面 这群姐姐的搞笑并不是尬笑 很多时候她们也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 只是在做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由于彼此坦诚相待 才会再不经意间流露出既温馨又搞笑的画面 这是很多节目都做不到的 2.颜值 搞笑的女孩子是很有魅力的 而搞笑的美女魅力会更大 乐队的海边常驻的六位嘉宾 除了赵梦颜值一般以外 其余五位都是名副其实的美女 乐队的海边主打的是美食与音乐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顾客 既能享受到美食 又能欣赏到海边的美景 吃完了饭还有歌厅 而为你做饭 上菜 唱歌的还是一群漂亮的女孩 那这顿饭是不是很值得呢 节目组很会抓流量密码 直到高颜值的女孩会给节目带来更多的关注度 更何况一次性来了五位大美女 老实说这几位高颜值女生凑在一起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至于节目的内容是什么 或许并不是很重要了 三正能量 其实乐队的海边也并非是一味的搞笑 也并非用高颜值当做噱头来吸引人 节目之所以这么好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正能量 哪期节目都会有很多聊天的镜头 姐姐们凑在一起聊聊生活 聊聊自己的一些经历 聊聊乘风破浪的姐姐三里的故事 这些画面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看的 因为他们的聊天非常有营养 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许多东西 就比如友情这件事 这群姐姐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三之前 其实也不熟 有的人彼此之间根本没见过面 但是在节目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些友情一步一步的加深 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老实说在当下的社会中 友情已经变得很单薄了 可友情却是我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一档节目的成功是多方面的 乐队的海边请对了嘉宾 他们既有综艺感又有真能量 颜值还那么高 只可惜这档节目并不被芒果台重视 或许是因为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一季太成功 所以芒果台理所当然的 以为衍生综艺也会有许多人看 殊不知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很拉胯 比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差了许多 但芒果台的格局太小了 不肯给乐队的海边机会 这档年末上线的黑马综艺 虽然不被重视 却凭本是成功出 9.1的评分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